以所有人都知道,我因为六百万,抛弃了谢之旭,同学聚会上,我被几个男同学开下流的玩笑,谢之旭却突然冲出来,把那几人一拳干翻,他牵起我的手,声音哽咽,江叔,别再消失了,我很想你,大哥,你的白月光还在场吧? 对我这个拿钱跑路的前女友说,这些干什么?一,在场的其他同学都开始起哄,对我们指指点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了六百万,抛弃了谢之旭,在我最爱她的那一年,她的母亲陈荣带着一个女人找到我,陈荣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谢之旭的青梅竹马,也是她的白月光。 我看着那人与我七分相像的脸,又联想到谢之旭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态度,很轻易就相信了陈荣的话。 谢之旭是我大学时追了整整两年的学长,她对所有人都是一副温柔而疏离的模样,永远与别人保持礼貌去陌生的距离。 就连成为她的女朋友之后,她依旧如此,我猜不透她的心思,天真的以为这就是她的性格。 在一起两年,我们最亲密的举动,只是牵过手,连拥抱也没有。 在我热脸贴冷屁股无数次之后,陈荣告诉我,她有一个白月光,那么一切就合理了,她不是对所有人都疏离。 只是,要为白月光守身如玉,不想靠近我。 不喜欢我而已,谢之旭不喜欢我,还要答应我的告白。 这不就是脚踏两条船的渣男吗? 谢之旭在我心里高领之花的滤镜。 碎了一地,我果断选择拿钱跑路,放弃那个面瘫渣男。 所以当谢之旭打趴那几个男同学后,我的脑袋已经短路了,一度怀疑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在他小心翼翼牵起我的手,犹如对待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时。 我只想问一句话,谢之旭,你被人夺赦了? 我承认,在看到他的那一瞬,我仿佛被拉回了第一次见面那天,难免心头一震。 这也不能怪我,毕竟那天他像一个盖世英雄一般出现。 救我于困境之中,否则我也不会心甘情愿的。 用热脸贴那么久的冷屁股。 谢之旭不顾旁人探究的视线,把我拉出包厢。 他不再是那副冷静自持的模样。 声音哽咽着,江叔,这两年你去了哪? 过得还好吗? 我猝着眉。 把手从他的桎梏里抽出,冷声劝阻他。 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亲爱的,前男友。 谢之旭的眼尾泛着红,看起来倒像是一只被欺负的小狗。 江叔,我,我很想你。 听清楚他说的后半句,我不可置信地呆愣在原地。 我求了两年,他都不肯说的话。 怎么分手之后,就说出口了? 我害怕地后退半步,与他拉开一点距离。 你不会真的被夺射了吧? 我现在打120,还来得及吗? 我没有,我就是谢之旭。 哦,不信。 眼见我推得越来越远。 他想上前抓住我的手腕,却又克制地收回了手。 你脱离人设了,这不是你该说的话。 我语重心长地叮嘱她。 更不该对我这个前女友说,知道吗? 不知道是哪个字眼触动了谢之旭。 她正在了原地。 眼中好像还有些不易察觉的失落,一闪而过。 我正要离开。 一个女人急匆匆地跑过来。 之旭,你怎么突然跑出来了? 她走得急? 说话时还微微喘着气,快回去吧。 同学们还在等着。 她这一身白色纱裙很亮眼。 把五分的清纯气质硬生生拔到了七分。 释放在高中时代,高低地暗恋个两三年的那种纯洁白月光。 我在脑海中仔细搜索着她的信息。 最终得出一个并不算好的结论。 她就是谢之旭青梅竹马的白月光、铃鱼。 被现任白月光。 撞见自己跟前女友纠缠不清。 我就不信谢之旭还能那么冷静。 我看好戏的片头往谢之旭的方向望去, 却正巧撞上她炙热的目光。 我立刻收回视线,半眯着眼,满头问号。 谢之旭这是不打算装一装。 直接坐时,自己脚踏两条船的渣男人设了。 铃鱼见谢之旭不说话,又转头来跟我搭话。 请问你是? 铃鱼脸上甜淡的微笑,十分得体。 我更同情她了。 她在我心里,一直是纯洁的白月光形象。 就连当年劝我离开,都那样温柔。 这么好的女孩子,居然被一个渣男骗了。 我叫姜叔。 我记得你,你是铃鱼吧? 铃鱼刚想回答。 谢之旭就抢先一步开口。 你们认识? 什么时候的事? 哟! 知道自己前女友和白月光认识,汗流加倍了吧。 铃鱼似是想掩盖自己曾见过我的事。 故作疑惑地接话。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铃鱼皱着眉。 轻敲了两下自己的脑袋。 我对姐姐完全没有印象了。 抱歉哦。 在铃鱼面前, 谢之旭又恢复了往常那副,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模样。 我悄悄在心里鄙视她。 在白月光面前,就特意保持人设。 真是扎得无可救药。 可是,看在谢之旭就过我一命的份上,我还是决定帮她演演戏。 我摆出一副懊恼的表情。 看来是我记错了,我以前只见过你的照片。 也很漂亮。 我越过两人的阻挡。 往包厢走去,只潇洒地留下一句话。 你们先聊着,我就不打扰了。 一个合格的前女友,就应该跟死了一样。 我这次会遇见谢之旭,也在意料之外。 毕竟在我的印象里,谢之旭从不会参加这种无意义的同学聚会。 更不会做出打架这种出格的举动。 所以,当我推开包厢门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我的身上。 那种不怀好意的打量,让我感到一阵恶心。 我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却只收获一阵哄笑。 这不是拜金女舔狗吗? 当初舔了谢之旭两年,结果为了点破钱就分手。 真是活久见。 要我说啊,谢之旭碰上这种女人,真是倒了八辈子美。 刚刚被揍趴下的几个男同学,这会也开始嘲讽起来。 当初江叔跟个狗皮高耀似的。 对谢之旭穷追不舍,人家是觉得烦了。 才答应和他在一起的吧。 当初还有人选江叔做戏花泥。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照样是一条田狗。 江叔,你真廉价,多少钱一碗啊? 二百够不够,我垂在身侧的手。 紧紧地握成了拳头,我终于忍无可忍。 拿起桌上的一杯酒,朝带头造谣那人狠狠泼去。 那人狼狠地擦着脸上的酒纸。 随后错愕至极地看向我,似是没想到我还会反抗。 我朝他缓缓竖起一根中指,冷声开口。 批判别人之前,先看看你自己是什么鬼样子。 自己的生活过得不如意。 就靠造谣比你优秀的人,以此获得一点快感吗? 人渣,他被我骂得极了。 掳起袖子,就要来打我。 一旁的人非但没阻止他,反而还帮忙堵住了我的退路。 自从高考后遇到那群变态混混后,我就一直提防着苦练防身术。 虽然不算厉害,但对付这种只会动嘴不会动手的人。 还是绰绰有余的,把他揍趴下之后。 我还不忘在当步多步两脚,看着他紧皱其脸,在地上痛得滚来滚去。 我才满意地收手。 你这种脑子里全是费量。 只会造谣的人渣,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了。 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一旁围观的人无意不是欺软怕硬的。 现在都被眼前的荧幕吓得不敢说话。 包厢门口处传来一阵声响。 我闻声望去,是鲤鱼回来了。 他眼圈红红的,好像刚哭过一场。 鲤鱼一眼就注意到了地上趴着的人。 赶紧跑来询问情况。 厂上认识鲤鱼的人,语无伦次地把事情描述了一遍。 鲤鱼听得眼眶越来越红,一副快要委屈哭的姿态。 楚楚可怜的模样,很好地激起其他人的保护欲。 叔叔,你怎么能把人打得这么严重? 鲤鱼看向我时,眼眶里已经蓄满了泪水。 这该有多疼呀,其他同学见状,也开始附和着他,一起审判我。 就是啊,被打成这样,赶紧叫个救护车吧。 真是的,大家同学一场,有必要下这么重的手吗? 我双手还胸,唇边勾起一抹击笑。 他对我开那么下流的玩笑的时候, 造谣诋毁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出来说这些话? 现在打不过我了,就开始动嘴皮子功夫了。 鲤鱼站出一步,挡在那些男同学身前, 义正言辞地指责我。 那你也不能这么过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吗?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鲤鱼。 我刚刚解释的还不够清楚吗? 他们怎么都站在那个猥琐男同学那边? 我不打算和他们纠缠太久, 只想要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鲤鱼见我要走,赶忙上前拉住我的衣袖, 抽掖着落下一滴泪。 叔叔,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还没有道歉? 要我给这个人渣道歉? 不可能。 你,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 大姐,这还叫我不讲理? 你别太偏心了,鲤鱼非要拉着我。 不让我走。 我被吃瓜群众的议论声吵得耳朵疼。 怒火也窜了上来,谁在拦着我? 不让我走,我就给你们体验一下段子绝孙脚。 鲤鱼哭着松开了攥住我衣角的手。 我越过它,想要离开。 我刚经过它身旁。 它突然往后倒去,摔在了地上。 我心中一万个羊驼奔过,无语至极。 你碰瓷啊。 鲤鱼连一个眼神也没分给我。 静止看向我身后。 它露出一副委屈巴巴的神色。 哭得梨花带雨,知序咯咯。 我相信姐姐不是故意推我的。 我只是想为同学们讨回一个公道。 没想到姐姐会记恨上我,我转身看去。 果不其然, 谢之旭就站在门口处。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看看鲤鱼, 又看看谢之旭。 这不就是古早狗血小说里的情节吗? 发生在我身上,还怪刺激的。 接下来的情节, 应该是谢之旭相信了她的鬼话, 开始指责我吧。 没想到谢之旭不按套路出牌。 开口一句话,沉默了所有人。 她确实不是故意推你的。 毕竟你是自己摔倒的。 鲤鱼脸上的表情僵了僵。 很快又恢复过来。 知旭, 你在说什么呢? 她根本没碰到过你。 别搬弄是非。 哎哟, 这不就是青天大老爷吗? 我悄悄给谢之旭比了个大拇指。 这就是有脑子的好处吗? 简直是神探啊。 周围人的议论声在谢之旭出现后停止。 他重新成为全场的焦点。 不论你们出于什么目的, 别再让我听到你们造谣。 我和江叔分手, 是我的问题。 而现在, 是我在追求他。 谢之旭的声音不大, 却足以让在场所有人听见。 鲤鱼的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想来是窘迫到了极点。 刚刚他那一番颠倒黑白的话, 已经让我对他好感尽失。 原以为是唯一纯白的茉莉花。 没想到是个小绿茶。 给江叔道歉。 谢之旭是冲着其他同学说的, 目光却对着我。 那群人自知理亏, 不情不愿地排队过来, 给我道歉。 只有鲤鱼还是不服气。 之旭哥哥, 你宁愿帮一个外人说话, 那我呢? 我不想被鲤鱼再讹一次, 也不想掺和静小情侣之间。 我随意地挥挥手, 往包厢外走去。 谢之旭见我要离开, 也没闲心和鲤鱼继续掰扯下去, 只冷冷地抛下一句话。 你怎么样? 与我无关。 听到谢之旭的后半句话时, 我开门的动作一致, 但转念间又反应过来。 这一切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身后鲤鱼抽抽叶叶的哭声, 和其余人安慰他的话, 都被我关在门后。 我快步走到大街上, 夜晚的凉风一阵阵拍在脸上。 我的理智也渐渐回笼, 我察觉到谢之旭一直跟在我身后。 我走一步, 他走一步, 我停下来, 他也停了下来。 心头被一股煤油来的烦躁压住, 想不通这渣男到底要做什么。 我往前快走几步, 然后猛地转身。 谢之旭没反应过来, 差点撞上我。 在我警告的眼神里, 他才不情不愿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双手插着腰, 做出一副看起来就不好惹的表情。 你尾随我。 谢之旭见我误会, 连忙白手解释。 我是想送你回家, 这么晚了, 不安全。 我想过他的千万种理由, 却唯独没想过这一种。 刚想好的话, 被他堵在喉咙里。 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 你, 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 这些谣言都是因我而起。 我理应帮你。 谢之旭又严肃起来。 而且, 我不想看你被欺负。 我别扭地一开视线, 不再看着他。 谢谢, 下次不需要了。 为了帮我, 还说你在追求我。 真是委屈你了。 我突然想到 淋于看着谢之旭的样子。 眼里是无尽的仰慕和爱恋。 在他看来, 我应该才是那个绿茶吧。 我这个前任突然诈尸。 在他和谢之旭中间横插一脚, 破坏两人感情。 淋于还在包厢里哭着呢。 你却来送前女友回家。 我说了, 她的事与我无关。 再次听到她说这句话。 我还是被震住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谢之旭吗? 在我的印象中, 谢之旭虽然不爱说话, 总是板着快脸, 却很有责任感。 我眉头莫尾地喊了一句, 谢之旭。 你这个渣男。 不知道谢之旭是真的没明白。 还是故意装糊涂, 他过了好半场才回话。 他满脸认真地看着我, 一字一顿。 我不是, 我择了一声。 真是很没有说服力地反驳呢。 我没再理会他。 在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 上车前, 还不忘提醒他一句。 再不回去哄你的白月光。 可就来不及了。 谢之旭张了张嘴, 似乎还想说什么。 司机师傅已经先一步踩下油门。 我也并不想听他接下来的话。 我姜叔活了二十多年, 可不想做一个插足别人感情的绿茶。 而我刚回到和闺蜜合作的小窝, 就被他拉着问个不停。 校友群里都传疯了。 谢之旭他真的在追你啊。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 身子向前倾倒在李云云的怀里。 他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 才这样说。 帮我解围的。 李云云先是失望了一瞬。 随即突然反应过来一般, 一拍脑门。 他为什么不帮别人解围? 偏偏帮你解围。 这不是喜欢你, 还能是什么? 我对这个究极恋爱脑的话, 嗤之以鼻。 照你这样说, 你跟我呼吸同一片空气, 是不是也暗恋我? 李云云像是没听到我的反驳一样。 继续自顾自地推理着。 那他主动帮你, 一定是还喜欢你。 你当时追了他两年, 终于两极反转。 你要风水轮流转了。 我依旧对他的话嗤之以鼻。 你别忘了, 他是有一个白月光的。 并且, 现在肯定已经在一起了。 还是说, 你想让你亲爱的闺蜜, 去做绿茶。 李云云安慰似的拍了拍我的背, 只是没控制好力道。 差点给我一口老血拍出来。 我猛地咳了两声。 头顶的乌云依旧没有散开。 那你说, 谢之旭为什么要帮你。 李云云松开了我, 盯着我连左看右看。 他不应该躲着 你这个前女友走吗? 还是说, 他又爱上你了。 我想都没想。 一口否决, 他不是那种人。 那你就没怀疑过。 林云到底是不是他女朋友吗? 应该不会吧。 李云云随口的一句话, 却在我心中激起了千层浪。 不过很快, 这个猜测就被我自己否定。 林云是他的青梅竹马, 白月光。 是谢之旭妈妈亲口认证的。 李云云双手按着我的肩膀, 疯狂摇晃。 我好歹也有了二十几年的经验。 你信我, 万一一切都是为了逼你离开的骗局呢? 什么经验? 还是二十几年? 我怎么没听说过。 他又偷偷学了什么心技呢? 李云云清了清嗓子, 得意地挑挑眉。 笔人二十四岁, 已经看了二十五年的狗血小说了。 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 我原本还期待着, 他的狗嘴里会吐出象牙来。 现在直接要被弃笑了。 好一会都说不出半个字来。 李云云好似没觉察到我的无语。 继续头头是道地分析。 你想啊, 谢之旭没理由来帮你, 还说在追你。 他不是那种人, 你跟他在一起两年。 不是最清楚他的性子吗? 我颓废地摊在沙发里, 生无可恋地思考人生。 是啊, 在我的印象里, 谢之旭永远不会做出这些事来。 他总是沉稳冷静, 活像个无欲无求, 不识人间烟火的出家人。 李云云挠了挠头, 接着补充。 你在国外待了那么久, 还一直在攒钱还给他妈妈。 谢之旭也一直在找你, 像你身边的朋友打听了很多遍, 一直都没放弃寻找。 万一你们真的是双向奔赴呢? 我觉得, 谢之旭是真心喜欢你, 在一起两年。 就算是块石头, 也能生出感情了吧。 谢之旭居然一直在找我, 我还以为他对我毫不在意, 没想到, 他也寻找过我的下落, 还从未放弃。 我离开后, 他应该高高兴兴地和林渝在一起才对。 又为什么来找寻我的下落呢? 眼见李云云还要继续进行推理, 我不得不把一只埋在心底的秘密说出来。 我做了好一会的心理建设, 才一口气把话都交代清楚。 可他真的是块石头。 是五不画的大冰山,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在一起两年, 我和他只牵过手, 连嘴都没亲过。 这招果然好用。 李云云立刻进了声,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你追了他两年, 在一起两年, 却连谢男神的滋味都没尝过。 大学时,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谢之旭的舔狗。 还是众多舔狗中, 最漂亮, 最忠实的那一条。 谢之旭是大我两届的同系学长。 表白墙里经常出现他的照片, 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 是李云云在宿舍里和其他室友讨论帅哥。 我们学校帅哥可多了, 但是有个姓谢的学长, 直接甩他们一大条件。 何止啊? 颜值直接甩别的帅哥八百个来回, 还带拐弯的好吧? 我十分灵敏地嗅到八卦的味道。 也凑过去看热闹, 李云云很自来熟。 见我也过来了, 兴致勃勃地把我拉进话题里。 他那样的笑草, 就该配咱们叔叔这样的美人。 我捂了五发烫的脸, 却也被他的话勾起了兴趣。 谁啊? 谢之旭啊, 他在学校里可有名了。 你有没有学校表白墙啊? 上面都是唠唠的, 一大堆帅照呢。 好像突然有了某种感应般。 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无比强烈的念头, 去看看那些照片。 我向李云云要来了表白墙的账号, 几乎是急不可耐地点了进去。 最新的一条, 也是捞谢之旭的。 谁认识这个小哥哥? 好帅啊! 有没有女朋友? 下面有很多回复。 大多也是来凑热闹的新生。 科普一下, 谢之旭, 男, 二十一岁。 大三再读。 据他的室友说, 母胎单身, solo至今。 高冷帅哥一美? 得了吧。 表白墙十条里, 有八条在捞谢之旭。 还有一条问是谁偷了外卖。 一条问学校里的猫可不可以拐走。 这个谢之旭难追得嘞。 学姐我追了三年, 都快毕业了。 人家依旧是一座五不化的大冰山。 我没在看下面的热评, 点开了那张偷拍的照片。 照片拍得还算清晰, 能清楚地看清男人的面容, 特别是鼻梁上的那颗质。 男人的面容和记忆中的脸逐渐重合上。 心脏好像突然漏跳了一拍。 有什么东西在疯狂蔓延? 原来它叫谢之旭。 原来是谢之旭救了我呀。 毫不夸张地说, 我跨越了大半张地图。 从沿海的南方城市来北方上大学。 我没有亲戚和朋友在这座城市里。 只好一个人提前一个月来了这里。 想要熟悉熟悉周边环境。 不幸的是, 老天乃看我过得太舒坦, 非得给我十点绊子。 那一晚, 我一路跟着地图走, 却走到了一处弯弯绕绕的小巷子里。 导航还在机械地重复着, 向前走一百米, 到达目的地。 我看着眼前的那堵墙, 在心底按骂了好几声人工智障。 我认命地往回走, 却被冲出来的两个小混混堵住。 他们都闻着大花壁, 身上穿着破旧的背心,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浓郁的地痞流氓味。 看起来就不好惹。 我一手的混混长相凶狠, 把我逼回了那堵墙边。 小妹妹, 我们跟了你一路, 你是迷路了吗? 另一个混混脸上, 有一道长长的刀疤。 语调猥琐, 要不要哥哥们送你回家呀? 我把拿着手机的手背到身后, 想要拨打快捷的报警电话。 胸狠难去眼尖地发觉到我的意图, 用力牵住我的手臂, 把手机夺走。 救命! 有人吗? 救命! 刀疤脸近我要喊叫, 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 在我眼前晃了晃。 小妹妹, 想找人呀, 再叫的话, 我的刀可就不长眼了哦。 哥哥们又不是坏人, 就是太寂寞, 想让你陪我们玩玩而已。 我死死攥住拳头, 心里默默盘算着, 怎么脱身的几率更大。 身后是一堵岩石的墙, 面前还有两头恶狼, 而我只是一个刚高考完, 手无腹肌之力的准大学生, 我尽量保持着冷静, 还傻傻地妄想着跟他们讲道理。 现在法律体系很完整, 你们不要一时糊涂, 别做什么犯法的事。 刀疤脸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笑得直不起腰来, 你是大学生吧? 真是单纯, 你不会以为这社会就得暗书中写的来发展吧? 现在的大学生就是单纯好骗。 说白了, 就是蠢。 今天要是没让我们玩够, 你别想走。 再拍点照, 我就不信, 你还会不来。 他们用那些误会不堪的词, 羞辱着我。 我依然一声不吭, 只是悄悄叙吏。 我想起书上写的, 可以先攻击当步。 趁他们不备, 再给他们一人一拳。 然后找机会逃出去。 我的拳头刚碰到凶狠男的脸上, 他就往一旁倒去。 而刀疤脸也很快倒了下去。 我好像还没碰到他吧? 我已经厉害到可以用内力攻击人了。 他们都倒下去之后, 我才看见两人身后。 拿着板砖的男人, 虽然有些不合时宜, 但不得不说, 他很帅。 鼻梁上的那颗痣, 也正好戳中了我的审美。 胸狠男和刀疤脸, 在地上翻滚痛呼着。 而我反应极快地, 捡起手机后, 拉起男人的手。 冲出小巷, 前面分叉口, 往左。 男人清冷沉稳的声音, 从我背后传来。 莫名带来一阵安心的感觉。 冲出小巷之后, 我一直拉着他, 跑到了人流量大的街上。 紧绷的神经, 才逐渐放松下来。 你还不打算把我的手放开吗? 他提醒了一句, 我才反应过来。 松开了, 一直紧紧牵着他的手。 我的脸烫得厉害。 说话时, 还在微微喘气。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我刚好在附近, 男人往后退了半步, 和我保持着一个绝对礼貌的距离。 他们是惯犯, 借着巷子里没有监控。 喜欢打劫, 没想到在公安局待了几天, 更过分了。 我撇到他背上的双肩包, 没忍住好奇地问了几句, 你也是附近大学的吗?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要不我给你发个红包, 或者请你吃个饭吧。 他摇摇头, 答非所问地回话。 以后尽量别来老城区, 太偏远了。 你一个女孩子, 不安全。 想感谢我的话, 你就去大学附近喂喂流浪猫吧。 他好心地把我送回了学校, 而我连他的名字都没问到。 更别说联系方式了, 只是在后来回忆起那天的事实, 总会给他灌上一个盖世英雄的称号。 我不敢想象, 如果那天他没有出现, 我到底能不能从两个混混手里逃出去? 如果逃不出去, 又会遭遇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我的救命恩人。 只好照着他说的话, 不再靠近老城区。 我的大学附近真的有一群流浪猫。 我经常带着火腿肠和猫粮去看望它们。 有一次为了去便利店买火腿肠。 我去晚了, 到那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穿着黑色卫衣的男大学生在喂猫了。 即使只看到了那人蹲下的背影, 我依旧有一种强烈预感, 这就是我的那位救命恩人。 我一蹦一跳地冲过去, 看清他脸时, 难掩心中的雀跃。 救命恩人, 你也来喂猫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字眼触动了他。 一抹红, 悄悄爬上了他的耳垂。 嗯, 好巧! 他的回答十分简短。 我却依然开心, 我冲他仰起一抹笑,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这次, 可以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他移开了视线, 继续喂着流浪猫。 我也没太在意, 蹲在一旁包着火腿肠的包装。 很久之后, 他才眉头末尾地扔下一句话。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听得云里雾里, 想再去追问。 他却红了脸, 任凭我再怎么问他。 都不肯开口, 直到开学之后, 我才在李云云的口中, 知道了他的名字。 谢, 知, 旭, 谢之旭。 还挺好听的。 我还以为他叫什么铁柱, 二狗, 才不好意思告诉我名字呢。 他原本就属于清冷静欲, 帅哥那一挂, 总给人一种性冷淡的错觉。 又在我救命恩人这一滤镜的加持下, 我每次看到他, 都觉得世界开始冒起了粉色泡泡。 从此之后, 我成了谢之旭迷媚团里的顶梁柱, 做他最忠实的小甜狗, 或许是因为我和其他女生都不太一样。 我比他们更不要脸, 脸皮更厚。 我逐渐解锁了, 与其他人口中的清冷男神, 完全不同的一个谢之旭。 他虽然天天板着块帅脸, 但是很重情义, 对身边的兄弟也很不错。 再想象一下, 一个高冷帅哥顶着一张扑克脸, 喂流浪猫的样子, 让我这个情窦初开的女大学生。 很难不爱上啊, 表白强丽。 从此多了, 关于我的传言, 大一那个江叔。 你们认识吗? 怎么天天追在谢之旭屁股后面跑啊? 江叔, 就是那个舔狗里的长青树。 Joker里的顶梁柱, 歌坛式的大头目。 扑克牌的最大鼠江叔吗? 在谢之旭那碰壁无数次后, 我丧着脸, 找李云云哭诉。 我用尽所有办法。 谢之旭就是不喜欢我啊, 我一直在演独角戏。 真的成小丑里的顶梁柱了。 李云云用力拍着我的背, 安慰我。 你瞧谢之旭那样, 一看就是死缠烂打就能追到的那款。 再说了, 以前有个学姐追她三年, 连联系方式都没有, 你这都算好的了。 说不定, 你们是双向奔赴呢? 事实证明, 李云云看狗血小说得来的经验, 确实很有用。 在我追谢之旭的第二年, 她主动约我去喂猫, 然后答应了我。 但我经常怀疑, 她那天是不是喝醉了, 一时口快才答应的。 毕竟在一起之后, 我发现我和她的相处模式, 依旧没有变化。 谢之旭还是不会拒绝, 我的邀约。 依旧总是板着扑克脸, 我甚至怀疑过, 她是不是一个面瘫。 两年间, 我和她做过最亲密的事, 也只是在我强烈要求下, 才牵起的手, 但我没从没怀疑过。 她对我的真心, 我一度认为, 谢之旭只是不会表达爱意, 比较害羞罢了。 直到她的母亲找到我, 给我扔了一记重磅炸弹, 我才明白, 她不是不会表达, 而是真的不喜欢我。 谢之旭在朋友圈关宣我之后, 就一直有匿名短信, 发到我的手机上。 你配不上谢之旭, 山鸡也想攀上枝头做凤凰了? 谢之旭根本不喜欢你, 就是被你追得烦了, 才答应的。 我一直没放在心上, 可那些字句, 依旧在我心底, 种下了怀疑的种子。 那天下课之后, 我被一个气质金贵的妇人 堵在宿舍楼前。 她说她叫陈荣, 是谢之旭的母亲。 想跟我聊聊。 一起到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后, 林渝已经坐在位置上等我们了。 林渝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摆足了一副女主人的架势。 这位就是知旭哥哥现在的女友吧。 你好, 我叫林渝。 我大方地跟她握了握手, 丝毫没注意到她眼里一闪而适的鄙夷和怨毒。 陈荣优雅地抿了一口咖啡, 踩幽幽开口, 将说, 你是个好孩子, 但我不同意你和知旭在一起。 林渝才是我一直认可的儿媳妇。 我端起咖啡的手愣在半空中, 一时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林渝也端起咖啡, 和我碰了一杯。 她冲我勾了勾唇, 可那笑意分明不达眼底。 我和知旭哥从小一起长大, 只是我最近比较忙, 没时间陪她。 没想到她就有女朋友了。 陈荣笑着打趣她, 知旭那小子就是跟你置气呢。 毕竟你们可是说好了, 高考后就在一起的。 他们的笑声在我听来, 却是最刺耳的噪音。 陈荣看向我时, 又严肃了神色, 挂起那副傲慢的绩效表情。 既然林渝回来了, 我希望你能知趣些。 离开我儿子, 我抬头对上陈荣的视线, 毫不胆怯地与他对视。 如果我拒绝呢? 我相信, 你不是个傻子。 我可以给你六百万, 让你去国外做交换生。 就算你不肯主动离开, 你也只能落得一个被抛弃的结局。 因为林渝已经回来了, 林渝也在一旁帮腔, 惋惜地看着我。 我应该算得上是知序哥青梅竹马的白月光吧。 叔叔, 为了不让你受到太大的伤害, 你还是主动退出比较好。 林渝歪了歪头, 思索片刻后, 突然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 知序很讨厌被别人触碰, 从小到大。 只有我和他走得最近,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也很有分寸呀? 这句话成功击溃, 我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是啊, 他只跟我牵过手, 从未有过其他亲密举动。 我和他在一起两年, 甚至没有拥抱过。 原来, 是因为要为林渝守身如玉。 现在他的白月光回来了, 我又有什么理由, 继续站着女朋友这个位置呢? 与其等他亲口说分手, 不如让我来甩了他。 好, 我答应你。 六百万什么时候到账? 两人见我答应下来, 相视一笑。 很快, 一切事宜我都会为你安排好。 江叔, 你是个聪明人。 李云云听我讲述完那些陈旧往事后, 非但没有推翻自己先前的推理, 反而更加坚定了。 真相, 只有一个。 李云云举起一根手指, 放在我眼前。 故弄玄虚地说着, 我没耐心地问, 李大侦探, 真相到底是什么? 天机不可泄露。 这边建议你亲自去问问谢之旭。 李云云黑黑一笑, 企图蒙混过关。 万一事实就是那样呢? 林云不得扒掉我一层皮, 我就是一个小田狗, 难道还能反转成和它双向奔赴? 李云云没理会我, 背过身去敲手机, 嘴里还在嘀咕着什么。 你不问? 那我帮你问了, 半小时候。 我刚洗完澡出来, 就发现谢之旭端端正正地坐在客厅沙发上。 李云云站在一旁, 十分贴心地提醒我。 亲, 真相还得问当事人。 你们两个好好聊哦。 我依旧待置在原地, 像是被雷劈中了一般, 思绪轰的一声炸开。 李云云, 你把他喊到家里来。 这下更说不清了, 我一脸绝望,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大半夜邀请前男友, 还是已经有女友的前男友到家里来。 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崩溃得原地跺脚, 一直端坐着的谢之旭也急了起来。 他慌乱地解释着, 我没有女朋友, 只跟你谈过恋爱。 你不用担心, 他的话犹如第二道惊雷。 在我耳边乍响, 我被轰得正愣在原地。 你的想法和顾虑, 我刚刚听李云云说过了。 谢之旭放在腿上的手, 捏成了拳, 紧张又无措。 鲫鱼不是我的青梅竹马。 我和他只在小时候见过一面, 早就忘记了。 他也不是我的白月光。 我的白月光, 从来都只有一个人。 他突然止住了话头。 抬起毛子, 忧愿地看向我, 说啊, 你的白月光是谁。 谢之旭深呼吸了几次, 偏过头。 别扭地回答, 是你, 江叔。 我不可置信地, 用手指向自己。 狐疑地重复了一遍他的答案。 我? 我? 谢之旭那张扑克脸上, 终于有了些别的表情。 竟然让我看出了些委屈的情绪。 高中我和你是一个学校的。 不过我高三, 你高一。 我经常看到, 你在学校附近喂流浪猫。 就, 就注意到了你。 后面的话, 谢之旭怎么也不肯说。 一直默默吃瓜的李云云, 却兴奋地接话。 按照小说的剧情来说, 你当时困惑迷茫, 江叔就是照进你世界的一树光。 你不会还每天去喂猫? 故意偶遇江叔吧。 这不就是小说里的剧情吗? 谢之旭没回答, 只是闷闷地点了点头。 耳朵和脸颊上的红韵, 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 而我受宠若惊, 完全不记得这档事。 两久之后, 我才消化完这巨大的信息量。 谢之旭红着脸, 抬头看向我。 语气认真而坚定, 江叔从始至终。 我喜欢的只有你。 误会解开之后, 谢之旭真的开始追求我。 甚至比我当初追他时, 用的招数还要多。 一次我下班后, 像往日一样在公司楼下等他, 还没看到谢之旭的身影。 反而先等到了凌鱼和陈戎。 陈戎又端出了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江叔, 听说你又在纠缠我儿子。 我早就说过了, 你们之间根本不可能。 凌鱼也一脸地委屈失落。 渲染玉气的模样, 让陈戎更加心疼。 凌鱼抽掖着小声开口, 叔叔, 你也知道, 我才是知序哥的白月光。 你可不可以不要拆散我们。 我没回答凌鱼的话。 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了陈戎。 这是六百万, 和当初您给我的一样。 陈戎接过那张卡, 冷笑一声, 不论你还不还钱。 我都绝不会同意你和我儿子在一起。 正是下班时间。 他们又堵在公司大楼下, 很快就有人在一旁围观。 对我指指点点, 我不想再陪着他们丢脸。 想要越过他们离开, 却被凌鱼拉住了手臂。 叔叔, 你要做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吗? 我想挣脱他手上的智骨。 可他的力气不小, 我用力挣开后, 他突然被掀翻一板, 向后倒去。 凌鱼眼中的泪, 立刻落了下来, 孽如着。 我只是好意提醒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一旁吃瓜群众的讨论声, 和凌鱼的哭声混在一起, 我头疼得厉害。 大姐, 你到底在装什么啊? 谢之旭已经告诉我了, 你根本不是他的青梅竹马白月光, 更不是他的女朋友。 你是完全活在自己想象中的世界了吗? 鲤鱼脸上痛苦的神色一僵, 正想要继续狡辩时, 故事主人公到场了。 谢之旭把我拉到他身后, 声音淡漠。 你们这样演戏, 有意思吗? 我和你很熟。 还有陈女士, 既然你没有尽养育之情, 也请不要插住我的私人生活。 这会是陈荣开始闹了。 颤抖着手, 指向谢之旭。 我只不过是觉得, 鲤鱼更适合你而已。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混账话? 谢之旭冷冷地反驳, 你的想法很重要吗? 那我也明确地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 非僵书不取。 谢之旭看出了我眼里的抵触, 没再管他们, 直接带着我离开。 他一路牵着我到停车场, 我没反抗。 他也没松开, 给你买了一束花, 和你最爱吃的栗子蛋糕, 所以晚了点。 下次不会了, 谢之旭见我笑了。 唇边也酿起了一抹笑意。 我没忍住问出那个埋在心底的疑问。 你这不是挺会逗女孩子, 开心的吗? 怎么之前在一起时, 那么高冷? 谢之旭红着脸, 支支吾吾好半天才答出来。 我第一次谈恋爱, 比较害羞, 而且, 不是你说的, 喜欢高冷帅哥吗? 我不可思议地偏头看着他, 把他看得更害羞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 高中的时候, 你和朋友在讨论喜欢的类型, 我不小心听到了, 该死。 原来是我自作念, 不可活。 我苦笑着服额, 那你之前装了那么久, 真是辛苦你了。 谢之旭又切换到了委屈小狗频道, 看得我再次心软。 我一脸严肃地说出了心中想的虎狼之词。 你知道吗? 你看起来很好听, 想亲死。 跟谢之旭在一起之后, 我才发现, 自己被他引诱进了一个更大的坑里。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清冷男神, 并且和这个称号完全不沾边。 谢之旭明明就是一个每天要轻轻的闷骚男, 他最喜欢把脸埋在我颈窝里。 头发蹭得我脖子痒痒的, 在我的锁骨上留下暧昧的红痕。 在某次他开口要轻轻时, 我终于忍不住略带嫌弃地推开他。 谢之旭今天已经亲了很多次了。 谢之旭润泽的黑眸微微一转, 显得迟疑而又无辜。 叔叔不喜欢我了吗? 可我还是好喜欢叔叔, 从高中到现在, 都好喜欢。 我沉着脸质问他, 你以前不是连牵个手都不好意思吗? 怎么突然转性了? 谢之旭笑着把我按进他怀里。 沉闷有力的心跳声在我耳边 犹如肋骨般响起。 这一刻, 他的心跳胜过千言万语。 从前我不自信,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有叔叔了, 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谢之旭话锋一转, 打去我说, 而且, 我听说叔叔很缠我的身子, 想尝尝我的滋味。 我老脸一红, 把脸埋得更深。 这个李云月, 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 还有谢之旭这个臭小子, 被地里的小心思, 可真甚。 但我当然不甘心被他拿捏住。 硬着头皮对回去, 那当然。 毕竟, 我可是你最忠实的小田狗。 谢之旭笑的肩膀都在微颤着。 片刻后, 又连起了笑意, 一脸认真地看着我。 你从来都不是田狗。 是我先喜欢的叔叔, 是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地, 吸引你的注意。 我轻轻吻上他鼻梁上的那颗痣。 笑得眉眼弯弯。 是我们双向奔赴。